老花姨每次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你看我这米兰怎么回事 米兰在南方你要是看的时候 它是纯野外纯露天 它就眼神长到哇塞了光照又好 你看这位花友在屋里边一样 它通风就会差 而且这位花友浇的水比较多 它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潮湿闷热不通风 它就给谁呀给真菌营造了很哇塞的环境 你比方说蘑菇木耳这些都是真菌系列的 所以说这个花友这是叫病菌类的一个病害 怎么办 先略微的控一控水 等到略干一点的时候用点杀菌药 那效果会更好 好吧塞宝 尽量的加强通风 你有条件的话 你们像很多的这个露台 像这种花 枝子 茉莉 还有米兰 九里香这些给拿出去多晒在太阳会更好 就是先控水 然后用药 天竹葵不开花了 叶子发黄还掉落 部分枝干枯萎 是什么原因 天竹葵它怕热 而且这个花盆也有点小了 以前花耳门理解不了 你跟玩盆景不一样 盆景呢是控制它的科型 越小越好看越古朴 它们会修根修根 老是用这么大的盆 咱们养花目的是长大 开花多 你得换大盆 明白了吗 慢慢地换一步一步地来 不要超之过急 把表面的土稍微挖出来一部分 然后把那种黄叶子去掉 该撕肥的得撕肥 到了秋天天凉快点的时候 换个比它大一号的盆就行 就是口径比它原来大那么一号 塞点新土 加一点点肥料会长得更好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太热 夏季高温 它表现的状态不优秀 还有一个人就缺肥 爬藤月记得病了 怎么治疗 黑斑病用什么的 用杀菌药 别用一种 尽量地用两种 就给人皮肤病是一个道理 一般都是病菌类的导致的 或者真菌类的 打药 主要的病因就是说 水大缺光通风畅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抵抗利差 抵抗利差就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各种抵抗利差 大臼子一长那样就营养不良 啥病都找它 是吧 垂丝茉莉叶片咋回事 咋缓解 撸掉施肥 好吧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大概你这个看的话 得挖下去三到五公分 就是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那个花盆稍微垫高一溜溜 先保证这个排水偷气 这样的挖晒 这个老叶子给它揪掉 适当的来一溜溜的肥掉 就OK了 浇水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别老适当的呕着根 就是略干一点再浇 你像我们这个很潮湿是吧 那至少在我们这个棚里面 是一个礼拜以上不浇水的 等到略干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再浇第二遍 明白了吗 大棚养花也好 家里边养花也好 干湿循环是王道 就是微微潮的时候 不是说干的汗的邦邦的 都快汗死了你再浇 那不行了 明白了吗 就给人有一种饥饿感 是一种好事情 时常保持饥饿感 看你跟我搭就是一样 你饿了都不动它了 你再给它就不晚了嘛 土培的酒里香叶片也折叠吗 求教一下 什么叶片折叠 折叠啥了 这不长挺好的吗 它还小 你让它长大一点 折什么底 不用管它 就长就完了 叶片长得那么大 上面肥的也很充分 加强光照 养就完了 不过我个人建议 还是一个盆里边养一颗更好 你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一群的长起来就不挂晒了 到时候总保不起 哪一个就嘎了 下个臭宝 绣球一半粘了 一半好 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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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泡 就是你这个 比方说你浇了水 不行 你得找个那种水桶 整个丢进去泡 咕咚咕咚喝个透水 泡了它叶子全部自领起来 再拿起来 循返往复 我没时间 我哪有空 罗尔汤 那就换个略大一号的盆 加点泥炭土 保水性好一点的 但是要透气性好 就会减轻很多 有话说 我也不想换 哪减都减 你把这叶子剪掉三分之二 你看它还粘吗 明白了吗 就叶子多 蒸同作用 抽水分抽得太厉害了 懂这个事就好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问题呢 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是罗花一 仰花最在意 白了是吧